大家好,我是廖照源,别门廖修阳 之前跟各位谈五学定义的时候说过 五学是研究修院正名语传说古书的一名协问 它的目的是在学习调整以改变我们用力的方式 好,在这样单纯和清楚的概念之下 跟各位说明在五学理义要厘清的几个现象 第一个,练拳不用伤害身体四肢 前面讲过,我们练拳的目的是在 透过公共法和套路来改变自身用力的方式 从练丹田、练中轴线到练全身 练力的发炎以透 以施法治安来外练筋骨皮和内练筋细绳 因此不赞成以不自然和伤身体的方式来练 使用残骸身体四肢的方式来练的话 上老年纪肯定会发生问题 第二,武学与宗教无关 有些寺庙怕出家人缺乏运动 身体会变弱 因此会在寺庙里面提倡修炼武术 与养生健身 或是有些宗庙活动会借武术表演来增加热闹性 但是不能说这样就表示宗教与武学有关 我曾经在台北看过一场武术表演 在表演开场之前竟然有做寝身医师 当时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蛮离谱的事情 神明不会帮你提供办理 神明也不会帮你增加功力 第三,武学修炼不用搞神秘的色彩 练武的最高原则应该是司法自然 在自然和简单的环境下来练 改变身体的力量 因此没有必要将教授或是道场变成神秘的空间 然后将自己神格化 给土地来墓摆 第四,没有必要在武术前面随便灌上名词 例如说廖室武学、张派武术或是枯线武术或是有禅武术等等 灌名词目的是在商业化或是去根市场 武术修炼越经节越好 因此应该融合越单纯越佳 没有必要随便繁衍扩张 这样会让人无所事从而不敢踏入 只要是跳脱全理全工或是改变用力方式的练法 严格来讲都不是真正的武术或是武术 第五,坊间国术馆不一定跟武术有关 有时候我们走在机上看到有挂国术馆招牌 这些大部分偏向于推拿或是跌打鼠商的治疗店家 里面的老板不一定有在练武或是传授武术 因此不可以将他们跟武学推法发展等号 第六,练前不用配合音乐的节拍来练 很多武术表演或是套路竞赛 上台者会配合音乐来做武术的动作或是招式 如果连平时练习都是这样的话 那这是消除式 音乐可以当陪衬 以增加练习的一个气氛 但是绝对不可以将武术的招式配合音乐节拍来练 曾经看过有人在舞台上放音乐表演武术 而练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音响故障 音乐停了 而那个表演者也停在舞台上 然后一脸尴尬 不知所措 我当时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非常可笑 第七,练前不要把自己变成古人 武术表演或是套路竞赛为了达到特定目的 比如说取高分 上台人往往会穿着复古装 或是传统武士 但是在平时或是日常生活当中的没有必要 古人说武士无刀兵器 因此练权的人要低调一点 我们北派长权礼貌心大师 平时就是一副西装领带 让你完全看不出来 他是一个武林高手 这个才是实在 好,以上七点提供给各位参考 介于导正武学的认知和一些观念 好,谢谢,谢谢 谢谢